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课题是关于艺术的价值与意义 那么在之前的课程我给大家讲过艺术绘画的一个简史 在之前的课程里给大家把艺术的几个阶段进行了一个分析 分成了六个基本阶段 史前绘画 古希腊罗马时期 中世纪 古典主义绘画 印象主义 以及现代绘画 分了这么六个基本阶段 那么在今天我们依然会沿用之前课程的一些基本的内容 那么还有加上一些我今天的课程的一些新的知识要点 首先我们进入到课程的一个拔纲 我们去看一下今天要讲什么 课程分成六个部分 我们看第一部分是讲一下当今艺术的社会价值 第二个部分讲一下前工业时代的艺术的一个特色 第三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分别讲的是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一个艺术特点 第五个部分讲的是艺术审美与创意 第六个部分讲的是写实绘画的意义 那可能同学听起来都比较陌生 没有关系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你可能就不陌生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片 我们首先讲第一个概念 叫当今艺术的社会价值 这是一个什么图片呢 大家知道 蒙娜丽莎在这个卢浮宫里面 人头传动 很多人在去拍照也好留念也好 去纪念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艺术传世之作 那么这样的一个绘画作品在现在还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呢 这个值得我们去反思 给我们这个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社会价值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是一个电影拍自这个2014年 讲的故事呢 是一个关于星际穿越的这样一个故事 相信大家可能对于星际穿越这样的故事题材了解的很多 是什么构成了这部电影的一个价值 那这个电影 那么它的这个背后和艺术有什么关联 那我个人认为的话呢 艺术呢 其实如果你去评判的话 它在现实这样的一个社会 当下我们这个社会 它是其实是一种生产力 而且呢神闻也是一种关怀 文化呢也是一种资源 为什么这么看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去评判生产力的要素 生产力的话 有三个要素 劳动者劳动对象生产资料 而劳动者是最积极活跃的要素 劳动者呢 通过体力和脑力的劳动 可以提高这个生产力的水平 那么在不同的时期 对于劳动者要求不同的情况下 那在现在这个时间段 我认为呢 审美的这个创造力 也是提高劳动者这个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要素 而且这三个要素 脑力体力审美创造力 也是随着人类的社会发展的不断的时代推进 而逐步展开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农民 农业时期比较重视的是体力劳动 工业时期比较重视的脑力劳动 而这个工业时期之后 我们的信息互联比较发达的情况下 人们开始注重的是文化消费 所以的话一个作品卖到了电影 卖到了2.6个亿 那事实上呢从某种程度上讲 印证了文化作品 艺术这样的一个作品 也是一种生产力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历史上绘画 事实上也会有很高的价值 比如说写实的绘画 卢本斯这样的一个作品 卖到了7,350万美元 这是在写实绘画的这样的一个技法背景下 那我们再看毕加索 大家都知道毕加索 那么毕加索的作品 最高的卖到了9520万美元 这样的一个价值 有些同学问了 说在当下计算机 互联网信息这么发达 还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画家 放到出这样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那么也有些同学问了 那毕加索的话我从来没有看懂过 那么他们的艺术价值又在哪 我们学习绘画到底是要往哪个方向走 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价值 那么事实上不同时期的艺术大师 他们的艺术作品的诉求不同 立足点不同 那么和时代又是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么就像之前我们看到的 《星际穿越》这样一个电影 它也是在我们当下的这样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时代 科技比较发达的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畅想 那事实上它这个剧本的畅想 和它的很多的场景的设置 我个人认为也受到了毕加索的启发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在二十世纪初 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 在《星际穿越》这个电影中 不停地在谈到相对论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什么是相对论 相对论里面的理论又在说了哪些要素呢 在相对论理论体系之前的要素 我们看一下 是在建立在一个绝对的参照系下的一个理论框架 理论的一个逻辑 如果说在一个火车上 我们以一个这个低速形式的情况下 那么时间是绝对的 与这个火车运动无关 就是在牛顿的力学这个世界里面 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么在相对论的理论下 对爱因斯坦认为 如果我以一种光速去前进 与光同行 那么这个时间 是相对的 那么与火车的这个运动相关 以这个光速运动的时候 运动 时间成为永恒 那么在它以光速前行的时候 空间图景会变成什么样的 空间图景就是它运动的前方 空间会收缩 导致这种空间产生弯曲 这样的一种效果 那么空间会被压缩成一个扁平的空间 这是爱因斯坦设想在相对论中 同时呢 全部的空间形成一种可观的视觉图景 那么这样的一种视觉图景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乘坐的火车 以光速前行的话 就意味着我前面的房子的 方方面面 的空间会被压缩 同时平面铺开 展现在我的眼前 所以我眼前的世界 可以是什么 观测者可以看到 整个世界的 整个三维世界的方方面面 那么你所处的空间 就是高于三维的这样一个 四维空间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空间同时可观测的话 三维空间里 它二维的一条线是个线段 看到一个方的一个某一个面 那是一个形状 看到一个体 你可以看到体的三个面 那如果我是在空间中 三维空间中 想看到一个立方体的方方面面 每一个面都看到 是不可能的 那么科学家们设想 如果在四维空间中 去看三维空间 那么将会看到一个立方体的 方方面面 每一个展开的铺开平面 所以如果把一个立方体 六个面展开的话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中间的图景一样 像一个十字架一样的一个 六个面的展开的一个盒子 那是想在四维空间中 构建出一个空间立方体的话 那么将会是将这个六个面的盒子 进行空间的延伸 成为了一个具有空间性质的 一个超级立方体 那么这个超级立方体 实际上是三维空间中的铺开的 一个空间还原 这样一个构想 那么事实上在科学界 大家是这样的设想 那么回到我们的故事剧情 空间穿越 星际穿越这个电影 不断的在提出这样的一个 有关相对论的理论 那么他的这个理论的研究 在艺术作品 电影作品中体现过 那么有没有人 在他的绘画作品中体现过呢 我们看看这个人 他的这个作品和行为 考虑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毕加索 毕加索在绘画的过程中 他把一个眼前的实物的图景 不满足于画他的某一个侧面的状态 所以他环绕这样的一个观察对象 去把观察对象 就像一个空间中的立方体的盒子一样打开 去表现他的方方面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记录下眼前的一个空间世界 那么他试图去感受物体的背面是什么 他的表现打破了 以往的一个 以绝对参照系一个定点 去观测世界的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他这样的一种思维 我们想是不是也在去思考着空间的问题和时间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毕加索的绘画 为什么是有极高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价值 或者说拍卖 有这样的价格 和他创立的立体主义是相关的 他在立体主义观念中谈到的就是 画画不再定位在一个绝对观察点 而要把他的眼前的这个物像的方方面面 进行一个归纳 同时呢 表现出来他的前后左右上下 每一个面的一种空间途径关系 那么事实上就像埃斯坦说的是 如果我以光同行 那么展现在我眼前的 应该是一个全面空间的固景 同时可观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立体主义的绘画 就具有这样的一种想象力 画家往往是超前的 往往是什么 是思考着比物理学家更有这种哲学意味 和甚至是一种思想意味的这样的一种问题 我们看到在星际穿越的这个电影 最后电影的主人公穿越时空 进入到了一个高位空间 都是这个外星人制造的一个高位空间 那么事实上他的这个高位空间的这个室内 是在这个书架背后 那么建立的一个超级立方体式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模型 所以的话我们说诺兰导演 他做的这个电影 事实上他是有一定的 无论是艺术背景的依据 还是这个物理学的依据 他都是遵循着人类的这种文化 那种发展规律 去进行一种什么样表达的 所以他非常的吸引人的地方 也在于他比较真实的技术 同时又符合逻辑的一种剧本的剧情 这个科幻的这样一个大片 似乎是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么他创造出来的价值 来源于他对于艺术史的理解 物理学的理解 同时来自于他整个的制作团队的这种强大的审美的创造能力 所以的话审美创造力在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一下在刚才我给大家看的伦布朗的一幅画 又看到了毕加索的画 又看到了刚才说的电影 那么他们在艺术史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呢 那在我们上一节课里面给大家提到 绘画有它的写实阶段 有它的空间重构阶段 有它的内心表达阶段 也是遵循着不同的这个当时时代的生产力水平 以及科学理论 物理学理论 哲学理论 以及心理学理论 所以的话 科学 艺术 物理 他们会像是在金字塔的不同的面 那么在它的高处会有绘合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绘画从写实走到了空间构成 那么这个是这个电影的一个依据 那么事实上之后啊 这个诺兰还拍过一个这个片子啊 叫做盗梦空间 对吧 那么它还是什么呀 和内心的表达也有关联了 所以这个这些怎么样 艺术科学的交织是现在这个时代啊 审美创造率的啊 或者这样的一个什么呀 原动力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学什么 提高审美创造率 提高了我们什么呀 对于这个知识 对于理论的一种探索和追求 好 那我们先讲到这儿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